去旅行就去得多了 但你又有没有想过 飞去地球最南端 到访世界最后一片净土南极呢 topic小编将会一连四集 带大家勇场南极 先介绍下小编勇场南极的衣物装备 衣物一定要防水防水和防水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防水虾和库一定少得 而船公司也会提供防风防水的大衣 小编16日的旅程都是用洋葱式着发 内层排汗透气 中层保暖 内层防风 touchwood全程都没有病过 小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一定要戴指纹贴 就是这样 小编带着12kg器材 再加上30kg行李 先坐9个小时飞机去多哈 再飞13个小时去巴西 再用3个小时去阿根廷 之后再搭3个小时内陆机去到乌苏维亚 最后坐40个小时船出发去南极 是不是听到都觉得累呢 去南极就当然不是说飞就飞啦 南极每年只有春天和夏天两季适合旅行 即是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的3月 期间每日的日照时间长达18至24个小时 即是几乎无日落 而当地的气温一般介乎0度至-5度 如果遇上强风气温就会再跌10至20度 如果想看得意的企鹅BB 就要把握在11月至12月中旬的企鹅枯发期 而小编就是在12月中旬之后去到南极 这段期间就是看大群企鹅和海炮出没 去到2月中至3月 就是全年南极观景的最佳季节了 想看更多企鹅的得意样 记得留意下一集topic小编勇厂南极 探访南极的原居民企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